哈喽宝们今天来重新给大家量一下身高体重还有各个维度宝们 然后这个尺的话就是我给你们量腰围啊量度围的这个尺宝们 它总共的话就是150厘米啊 然后我们现在我踩一点啊 然后我们先量一下身高 踩一点点啊 先量一下身高 身高是150宝们 身高是1米5啊 然后我再给你们量一下度围看好了啊 然后只踩了一点点 最踩了一点点 然后我们量一下啊 量一下我的度围啊 先量一下最胖的位置宝们啊 就是我的大肚子的位置 大肚子的位置是85左右啊 看好了啊 大肚子的位置是85左右 就是25半啊 刚刚好是25半 然后再给你们量一下我的度尺的位置啊 再给你们量一下我的腰围 度尺的位置是79宝们啊 度尺的位置是79 就是24不到啊 不到24 再给你们量一下最瘦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位置 最瘦的地方 最瘦的地方是73宝们啊 最瘦的地方是73 就是22 最瘦的地方是22宝们 然后量一下大腿围啊 大腿围53宝们啊 大腿围53就不用看那边了啊 大腿围53 然后小腿围 小腿围是35啊 小腿围是35宝们啊 然后给你们介绍一款裤子宝们啊 这个是一个小威拉的啊 然后也是前排叉的宝们 超级折瘦居鞋 也是我们现在上身试下效果啊 然后颜色的话是黑色 马肤是军马的宝们啊 80斤可以穿到130斤左右啊 上身开效果吧 我们这个的话 就比阔腿的那个要稍微长一点 那它的版型是完全两个版型啊 这个上面是修身的 然后腹脚的位置是一个小威拉的实际 是今年超级超级火的一个手裤型 上衣的话给你们配的是这个黑色的小顺衫 我们超级好看啊 这个手裤子是超级超级无敌遮肉的一个小款 而且非常非常显身高 然后我们如果肚子特别大 或屁股特别大的 我们里边可以选择这种宽松版的T恤 遮盖一下宝们啊 可以选择这种宽松版的T恤遮盖一下 然后外边的话配这个牛仔外套就可以了宝 然后呢 最后来量一下体重宝们啊 最后来量一下体重啊 好久没有给他们量了 53.4啊 去掉的话 基本上还是105斤左右吧 还是105斤左右宝们啊 好久不见